會展基金會平常是很閒嘛 就是都沒有工作 北市府網軍爭議延燒 多局處遭起底 有員工利用上班時間發文 其中會展基金會 領信員工首度露面 穿綠色衣服被巡顯得很緊張 北市議員林穎夢 針對發文內容一一提問 一月的時候你有女朋友 但實際上你又有老婆 所以你是同時又有女朋友 又有老婆嗎 最具爭議的文章 三個小孩確診 老婆重症 但主角 從年初的女朋友到老婆身分轉換 再大抨擊中央防疫措施 給藥需要看顏色 以及會展基金會無幾星 內容遭質疑造假 會展基金會祭出懲處 祭過兩次沒有年中烤雞餅等 另外爭議貼文的還有他 操作食物水澡 但是你上站時間是七千多次 你是資深香米怎麼會做這種錯誤 資深香米有時候也會操作錯誤 102年12月一則標題 請於15日前提供網路行銷 執行成果 匯報總經理KPI達成率 觀傳局送信員工強調 知識和朋友聊天誤發 但這樣的說法遭在場 民代質疑難以說服 謝謝今天不受訪 面對網軍爭議 台北市長柯文哲閃躲不回應 北市議會備詢 當事人親上火線事宜 但針對發文內容 是否為上級指導 以及有沒有網軍等對價關係 仍未釐清 三連新聞簡宏旗問文宣 台北報導